陳博加油啊 大神建立自己 腳步不能停歇 絕對要堅持到最後一刻 這是超馬好手陳彥博 三年前挑戰全程700公里 世界最艱難的 加拿大極地超馬賽畫面 當時他鐵力耗盡 情緒抑制幾乎快要崩潰 這個晚上我都好孤單 都是有黑夜還有頭燈 我真的好想家啊 我以前都不成這個樣子了 真的需要很堅強的意識 才有辦法堅持下去 顫抖的嗓音聽得出陳彥博 在黑暗裡掙扎著 面對最真實的自己 但他說勇氣不是只有 不害怕去挑戰 而是知道自己害怕 還需要堅持繼續往前衝 看到啊 再撐一下 在這場冰天雪地的賽事 陳彥博依靠著堅強意志 最後不僅讓他獲得家機 也取得亞洲第一位選手晚賽的紀錄 但其實更加酷熱難耐的挑戰 還在後頭 今年陳彥博參加四大吉利賽事 雖然在智利第三戰獲得冠軍頭銜 但挑戰戈壁沙漠的第二戰 讓他直呼簡直是兵臨死亡邊緣 你是個冠軍 你是個冠軍 看到自己的成就 除了父母的肯定 陳彥博說最大的支撐力量 是來自於自己 他說夢想就像是藏寶圖 絕對不是名利或願望 而是挑戰更多的不可能 只要心沒有放棄 身體就會跟隨 接下來陳彥博還要挑戰 更艱難的第四戰 極地賽事 他將繼續用雙腳 正面迎接恐懼 並且勇敢地征服他 朝四大吉利總冠軍寶做埋進 安理性華人真陽靜 做何報導